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台湾IC设计的教父 也是现在联发科的董事长 也是全球百大CEO蔡明介先生 刚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半头体 蔡明介最有名的就是IC设计的教父 那我们记得拜登总统在谈中美的未来 有的地方可以合作 就是巴黎协定 还有COVID-19全世界WHA的这一块 但是另外一块 这块晶片对国家未来的科技的这一块 收入非常重要 经济上非常重要 那刚好蔡明介也是这块晶片的IC设计 它是IC设计之父 那刚好这个过去一年半 这个川普也是就是用这个科技的这一块 就是一直在打 就是打那个大陆的华为 不希望他们变成这个 5G的全世界第一名 所以就叫一只要台积电不准卖给华为 那所以去年他们还是卖的非常多 那所以这一年多 即使像我们不玩股票的人 他就开始注重 重视了哇这个半导体 它的去年一整年两岸的那个顺差 台湾跟对大陆的顺差 超过一千多亿的美金 这么可怕 而且呢其他的很多的产业 差不多完蛋 当然有的货运月也还不错 就是我们说 那边Uber这些 就是有的产业是非常棒的 就像那个Amazon这种的 都非常棒 还有特斯拉电动汽车都非常棒 就是说很多产业 就起来很多产业也下去 去年一年2020年这么辛苦 那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其实它的根源 我们刚好让我想到 让我刚好感谢 刚好27号 2月27号和3月2号 看到那个公事的报道 然后刚好文件小妹大也有介绍这件事情 然后台湾这个 这个怎么会变成科技之岛 而且这个半导体 其实现在变成等于护国神山了 那这个怎么过来的 它真正的源头 因为在做科技 那个源头就是你会原创 这个非常重要 它讲到一个政府也很重要 就像我们中国人讲 这个危机就是转机嘛 这非常重要 1974年 就是民国63年 这个石油危机是1973年 1973年的10月份 那1974年的元月 那时候台湾的领导 是小蒋 蒋经国 他就做了两大重大的决策 我们的英 有那时候英才有现在的国 他就是请他的秘书长 废华进来 他说 第一个我要两大决策 一个是十大建设 另外是要科技立国 台湾要走高科技的路线 他就给他这个是一月初的 然后废华 他就找孙玉贤啊 李国鼎啊 这些最重要的 那时候就这些人 他们就在这个 二月四号 就在这个南洋街 那个专门美加补习班那边 一个小猩猩豆浆店 他们就讨论 讨论了以后 立刻动员 所有刚好很巧里面 也有RCA留美的 美国的研究 研究最高的主任 最高的职位 他们就 就决定了 大概怎么 世界的七个品牌 最后决定了 台湾就是 从跟RCA 跟RCA做 跟RCA学习 那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晶片 半导体的 这个技术转移 然后那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决策 那我们就是说 那个时候 有一个非常好的领导人 AI这里 我们只要把一些AI功能 放在我们新的手机晶片 从境内开始 甚至在未来 这都会 继续嘛 好那我想在 物联网这里 这个也发挥 原来我们联花科在做 因为物联网强调的就是 低耗电 那无所不在 那我们在这里 开发这晶片的 这些各式各样能力 在这里都能够发挥 所以事实上就是说 对联花科技 AI 5G 无联网 就是 未来方向 纯粹我们做IC设计来讲 因为AI 在IoT这里开启的这个市场机械 其实是才开始而已 我说是 IC的成长 IC业的成长 以金额来算 IC业的金额 以金额来算 会超过全世界的GDP的成长 那全世界的GDP成长是 一般说起来大概是 2.5到3%左右了 是未来5年到10年 那这个 我相信IC的成长会比那个 GDP的成长会高过 两三点 两三个百分点 就是会在四五六 四点五到五点五 或者是五到六这样子 翻开世界地图 台湾的面积仅占 全球土地面积的 百分之0.02 2017年 台湾IC产业链产值 占全球总产值 百分之16.1 排名第三 如此耀眼的成绩 是四十年来 深深扎下的根基 祈祷台湾就像一个小小的金片 发挥无限可能的想象 是为台湾未来 平民中把 他七岁的时候 他就立志 他要做科学家 因为就是看到苏沃的这个卫星 让人类送卫星到 送人类到这个卫星 然后他就立志要做科学家 然后他又练台大电机系 然后他1974年到美国去练 76年刚好他练到了硕士 电机硕士 然后这明明中就被他看到这个广告 就是工研院要跟RCA 买所有的技术转移 在美国招人才 然后他就看到这个广告 就考试就考中了 他就在美国直接去RCA 那时候他们刚刚讲 为什么提到这个1973 74年这个决策 这些都是源头 他们就决策了 这个科技一定不能走国营 要走从 而且是由工研院 这个非常大的研发机构 他们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策 我们所有的研发 一定要变成商品 然后要变成企业 这是一开始 就有这么办的一个愿景跟洞见 所以蔡明介就在这个总体计划中 时事造英雄 也是英雄造时事 因为明明中都刚好被他摸到 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办 所以他就1976年就是RCA 那边学了还学了不只是一些 不是只是一些很浅的 how to的技术转移 他连就是原来一开始的源头 就是政策 就是愿景 就要求一定要学到他的根源 将来知道如何去做原创 不是只是练技术 要练到原创 那刚好我们台湾那时候运气好 1976到1978 RCA认为是被选的 对他来说 他们台湾跟RCA 美国这块还很落后 所以他就完全开放 让我们这些工研院的 这些派的去RCA的研发的队伍 让他们学所有的东西 然后这些人都很努力学 所以那时候曹星成都是那一波的 只从工研院台湾这样过去的 然后呢我们看 我们下次先讲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蔡明介 今天为什么成为IC设计之父呢 刚刚除了他的立志 要走科学家 就七岁就有这个启蒙 然后就是大学一路上很顺遂 就是都是练到 都是练到他跟这个科技有关系 所以他就练到RCA的这个半导体 晶片这一组 那所以他回来台湾以后 继续在工研院 做了七年的时间 七年的时间完全是电子研究 就是开发IC产品 然后开发就是很多类的 更有弹性的 更柔软的 他们那时候就学着选RCA 就是最主要也选对 非常重要 一开始的政策 然后工研院又把它转成企业 企业就叫联电 然后在联电呢 他又继续在研发部做主管 就是九联 然后联电那时候 曹新城他们就决定 1997年 1980年就工研院 就转到联电 就是他的一贯的政策 原来的这个一个流程 就是follow原来的政策 政策的方向 所以对蔡明介来说 他在工研院 这个大的机构 还有RCA 都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然后从研究研发 一直到变成原创 到商品 到完成 到市面上 而且还追求 追求这个大规模 大规模 然后是快速的 各种的商品 他一路上走来 其实是很扎实的基础 虽然他现在 才七十岁多一点 比我小 五个月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这个产业 他的生根 他很图实扎根 雾实的这一块 所以他经营者 经营者也做了24年 就在联发科 因为1997年 曹青城他们决定 再做 从这个联电 1980年到1997年 17年后 曹青城决定 他要做晶片代工 然后就由蔡明介 就分出来 就做联发科 还是IC设计 IC的设计 继续创业 然后做了24年 经营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从研发 研发一共花了16年 经营者 他可能高度跟宽度 更远 因为经营者 他的绩效很重要 一般人对半导体 如果不是玩股票的 又不是在科学营区上班的 根本不懂什么叫半导体 那我们这样把半导体的产业 我们刚好放一个 这个电视台的影片 资讯科技从PC到网都发展 带动了无线通讯 及数位消费产品 今天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新的应用 不停地刺激半导体的成长 从原始光储存控制晶片商 联发科技之后 切入手机晶片 在数位电视产品 蓬勃发展下 又同入数位电视 控制IC的开发 并且成为市场龙头的地位 营业额从创业第一年 到最近三年的成长 足足翻了近270倍 我们当然这个在手机上的成功 实际上是延续我们从光碟机 DVD 像那时候最主要这个2G的晶片 就是TI ADI做 那他们用他们的适量 最快9个月 如果用联花科的 我们把这个所有整个设计 这些东西弄好了 而且工程师跟他调的很好 哪里有问题 就说三个月 这个对他来讲是 Time to market 他东西越来越找 东西出来的早 他卖的钱就多吧 从光碟播放单晶片 到数位电视晶片 再抢进手机晶片 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手机 内建联发科技的晶片 2018年全球5G通讯技术 标准审核通过率 名列全球三强 手机晶片从追赶 到进入国际标准制定 成功并不容易 全网得继续打下一回合 苹果智慧音箱 HomePod 联发科拿下其中Wi-Fi 客制化晶片 ASIC订单 成为双方第一款合作产品 同时也打进Amazon Google 阿里巴巴等智慧音箱供应店 联发科同持四大厂牌大单 产品多样化 企业布局全球化 台湾人才 国际人才 也在这里会流 事实上的确 我们在这个成长构成 那是整并 这是也是一个必要的 那这是跟着产业气势 所以说像说当初ADI这样一个 第二是110 但是后来我们做数位电视 因为晨星做了很多重叠的 所以 晨星那是已经2012年的决定 那那个时候就过了五年 那个100亿变1200亿 然后就是买晨星那个 那当然中间像雷林它是比较小 它做WiFi吧 它刚好有一块是我们缺少的 当然对整合管理的能力 这个也是一个公司成长的 不是只有技术 那研发的能力 台湾也不见得够了 所以我们采用从 芬兰 英国 瑞典 印度 那即使北京何回 然后原来 奥斯汀 像波士顿 西古 已经都是全球化 它可以跟国际性的人才 可以一起学习 一起PK或者一起做事 那甚至对国际性的人才 也因为有研发科技在台湾 可以废集在一起 把脑力不向挤挡 这个是设计公司的value 台湾IC设计产值 2017年已经要居全球第二 联发科技是全球第四大 五厂IC设计公司 过去几年联发科 投入晶圆制造与封装代工的订单 每年都超过台币1000亿 台湾这个半导致产业 是在一个right time 对的时间进入这个 也对了产业 而且又对了人 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产业 用起来吧 所以的确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说当初的政策跟执行者 我们是说大家都很兢兢业业 来做这件事 如今联发科技有超过50个 遍布欧洲 美洲 亚洲的营运据点 用全球的人才和技术 勇敢地面对严峻竞争 无论设计 制造到封装 台湾半导体产业 正向5G IoT AI的新浪潮时代 详维老师 那蔡明介先生他是如何成为世界的IC设计之父呢 那我们知道联发科的骨架也一直是起起伏伏嘛 那不知道这跟他的经营理念 还有他的价值观之间呢 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 我们刚刚看的到这个蔡明介 一路上他的學習 從大學 碩士 然後回台灣公研院 整個他的 一個是運氣好 我們說十四趟英雄 第二個他真的是非常認真 真的非常認真 然後他 就是因為公研院 給他們訓練的 他看到整個的 從RCA都最好的 全世界最好的 晶片半導體 就是在RCA政府 投資這麼大的一個機構 願景跟價值觀 要把他訓練 這個公研院的 他的存在的目的 是要讓這個半導體產業 能夠讓他所有的研發 能夠真正變成商品 然後成為一個企業 然後最後是變成科技島 把台灣變成一個 等於把台灣變成一個 科技的一個金塊 科技島 他怎麼 那他也順著這個流 他這一生 像這樣 我們剛才說十四流 十六年這個研發 這麼深的基礎 包括RCA 然後二十四年的經營者 所以這邊他非常重要 他剛開始 包括我們說 專門從山寨玩 讓他的產品整個大量的跑大陸 先跑量很大 就不斷的用錯中學習 錯誤中學習 然後他每一次的新的研發 至少會有七十八是跟以前的連結 就三十八全新的 這是他的心得 他說如果每一次的研發新產品 如果百分之百是新的 死的一定很慘 他說這種是一步一步這樣進去的 一步一步進入的 他至少有七十八是相關聯的 他一直抓住這個根本的精神 然後他當初是玩量大 快速度 所以他創造了很大的這個經營規模 成了古玩嘛 然後呢 他有整個疊了一下 疊了差不多三年 然後被大家笑 人家都不再講他了 我們就這邊看到他失敗 他怎麼走過這個失敗 剛好在前面講拜登 他是說他從爸爸 小的時候爸爸家教就跟他教 人都會有失敗 看你怎麼面對失敗這麼起來 那這個蔡明鏡的這一塊也是很戲劇性 他就人家為什麼描繪他的個性 勇敢和鬥志很強 他是說這個本來是 他這樣疊了 成為在今天的時候 他就說 向羽江東 子弟八千個 失敗了 他就互相自吻 他就說 我將來就要像 他沒有講韓信 其實一樣 就是有朝一日 他用的是我要捲土重來 未來的命運 未可知 他雖然是在七千個 七千個工程師 都是最高檔的工程師 跌得很長 好 那時候就變成low body 都沒有人願意理他 他走過這個最深的過程 所以他就 他走過 這個事非常難的 這是從生命教練看他 一個是我是誰 第二個就是說他整個 穿越是這個事業的危機 那我們看 然後呢 有一個也很有戲劇性的 就是說 當他在這個2017年 差不多三年多年前 2017年7月延覽了 就是以前在台積電 退休的蔡立行 我們大家都還記得 那個蔡立行 那個CEO是張仲摩 那時候訓練的 後來開除了台積電 很多的台積電 大家看一眼就不睡覺 那等於他 就是把這個退休的蔡立行 就請他來到他的團隊 聯發課 然後呢 同時 蔡立行又吸收了 人資長 法務長 在大陸的揭秘真相 他就說 這個 這個蔡明介 就是 由蔡立行 台積電的那個退休的CEO 他延長了 延長這個人才 同時就挖了一堆 這個法務長 人資長 還有一大堆的高層的都從這邊過來 然後這個揭秘真相 這個刊物啊 他就報導說 連發課的一些員工啊 就爆料 認為他重用這些台積電的人馬 讓老員工心寒 那我們看 他們這些老員工心寒 是不喜歡這個空降部隊呢 是嫉妒呢 還是他們自己能力不足呢 還是他這邊就挑戰他的核心文化 因為他一直強調他的企業的經營理念 還有他的企業的價值觀 那我們也看 同時間 他也同時獲得了這個哈佛商業評論 我們知道這個是世界級的這個雜誌 全球百大CEO 同時間我們可以看到 那我們看這個蔡明介 因為他的事業的定位 價值觀 價值觀 他是說 經營理念 以國際的事業 運籌全球的資源 所以他的資源 人事物全球的 追求產業的領導地位 他的理念 他是從機翼裡面學來的 不做第一就做第二 當然能夠最快的時間做第一 他就最快的時間做第一 所以經營理念 他們在這個行業 如果你不是快 如果你的經濟規模不夠 你就會被淘汰 一個Loser 或者你就是世界頂尖 他的定位 經營理念 就是要最好的全世界的人才 全世界的人才 所以他們第一次的合併 學到很多的功課 然後從這個基礎 他每次的失敗 從那個基礎 他學到非常多 就是溝通 不能夠 這個技術部門各自溝通 各個部門垂直的溝通 沒有橫向的溝通 也沒有願景的溝通 這不可能的 這個公司的核心優勢跟核心文化 還有績效 這個是沒有這塊 是公司不能夠生存的 他在賺錢的時候 他就在全世界去到全世界 就是去併購任何優秀的公司 優秀的高膽工程人員 他的價值觀 誠信正直 勇氣深思 就是創新思維 團隊合作 信任尊重 持續 持續學習 他這個是 這是一連串的 最主要他要的就是 都要找世界最優秀的人 那如果以他這樣子的理念 他找這種人才 因為基本上台積電 已經讓他們退休了 所以基本上他這種人才 就是他本來的公司要的 就是最優秀的人才 然後是全世界找 所以他是用運籌帷幄 運籌全球的資源 人事物人才 都會讓他們去來使用 也不能講使用 加入他們的團隊 最重要是加入他們的團隊 然後追求他們在 半導體產業內的頂尖 那很巧 那這邊是 我們看到他在事業上 最大的一個挑戰 他的特色 這個最新的資料裡面 晶圓代工 這項台積電 佔全球的60% 是全球第一晶圓代工 每家的定位不一樣 那聯發科是 IC設計 他目前在全球的試占率 是21.7% 緊追美國位居第二 OK 那我們看 我們在 我們 非常 在研究這一塊的時候 我們看 當初 蔣經國在1973年 世界石油危機 有這樣的願景 十大建設 然後就是建立科技的 科技來立國 台灣能夠成為現在 在世界的這塊保障 一個珠寶之地 AI這裡 我們把一些AI功能 都放在我們新的手機晶片 從境內開始 甚至在未來 這都會繼續 那我想在物聯網這裡 這個也發揮原來 我們聯發科在做 因為物聯網強調了 就是 低耗電 那無所不在 那我們在這裡 就是 開發這晶片的 這些 各式各樣能力 在這裡都能夠 發揮 所以事實上就是說 對聯發科技 AI 5G 無聯網 就是 未來方向 純粹我們做IC設計來講 因為AI IoT這裡 開啟的這個 市場機會 其實是 才開始而已 他的志向 志業 是一致的 他要帶好 他特別的強調 對他來說 最重視 第一流的 研發降財 OK 第一流的 全世界研發 第一流的研發降財 而且他要以德服人 這個就叫短實力 剛好我們的PTP 就是叫必得必 就是一定要找 就是第一流的 就是第一流的 這些專業 在高專業的 所以我們的夥伴 不是在這個世界全球的 教EMBA班 就是在教EMBA班 然後我們知識產權的行業 一定要以德服人 除了是軟實力以外 知識產業 因為聯發科 他們的專利非常多 所以他們的設計 IC的這種設計 出來知識產權 那剛好我們的PTP 美國的這個PTP 也是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 他最大的誘惑就是金錢 好 所以你的找的人 如果不能夠受到 德行不夠 經不起金錢的誘惑 這不可能 這個中聯就是要被淘汰 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讓我們 再一塊來檢驗 它的核心文化 和企業的組織裡面 這一塊 我們現在講它的個人 個人的特質 個人特質 我們知道 它賺了那麼多錢 它是從屏東 屏東的一個鄉下出生的 所以它捐了一億多 一億多 在那個屏東 然後它基本上是讓他們有教育 教育他們科普 教育他們科普 它自己 因為它把它的信念 個人的信念 把它落實到 我是誰 它落實到 我怎麼去貢獻 跟我一樣的出生的人 它是理工出生 所以它很注重實用 然後也注重實用 所帶來的價值 就跟它現在 IC的設計 所創造的價值 就變成台灣的 科技島一塊 很重要的金塊 鑽石 那它個人的這一塊 所以它捐了屏東一億多 就是在小孩子教育科普 因為它非常的樸實 又務實 把它的科學家的精神 理共 解決問題 小孩子從小教育 在科普裡面 就怎麼樣去省電 怎麼樣更務實 高包包它自己的個性 是非常落實的 那我們也看到 剛好它怎麼應用在這一塊 然後它把 它這個理工科 數學 它數學一定很好 它連從詩歌裡面 它都會 詩中有數 數中有詩 他就跟那個藝術家 彈伯虎 伯虎這個藝術家 他最有名的畫 在藝術上面 是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 這個畫圖像的一個想像力 是幼老的感性 它是詩中有數 數學物理 所以它理工數學物理很棒 比較偏幼老理性的 幼老理性也是一個大的圖片 但是它看到的是數字 我們知道很多交響樂曲 像張忠某先生 他就也是喜歡聽古典音樂 交響樂曲 交響樂曲 貝多芬啊 命運這些 其實都是幼老理性 都非常內向 所以它基本上 是個性是蠻內向 那我們來看 從PDP而言 我們看到的它 第一個 就是他的這一生 選擇的機會 是明明中 但跟他的PDP的心理科學來看 這是老虎指標最高 而且是占50% 老虎指標最高 在PDP就是支配性指標最高 代表什麼呢 非常的前章 而且有前章 然後組織力非常強 對人事物 他本身是非常勇敢 但他又是老虎裡面的更勇敢 我們待會會描繪更多 老虎裡面最有勇敢的 又非常前章 走在時代最前面 那我們看他一路上走來 從大學到研究所到阿歇 一路上走來到工研院 到聯電 到聯發科 這些都是他的最前瞻性 果斷果管 果斷果管 就是說 基本上他的耐心性指標 在中線 非常的下面 是非常果斷 單機立斷 我們看他就決定 化工不好 電機更好 他馬上就學電機 七歲就要做科學家 然後碩士一畢業 看了報紙 就是RCA 整個晶片的技術轉移 馬上就單機立斷 就不回來了 他本來想一個是回來 一個是在練博士 他就趕快就報名 就跟著科技的火車 就整個一起動了 那我們另外看 他平常都不願意接受訪問 所以找他的資料是蠻辛苦的 他的孔雀指標最低 所以他非常重隱私 那他的老虎的個性 強度那麼強 孔雀指標這麼低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孔雀指標最低 是他第二個強項 20%的個性 是第一個重隱私 第二個因為是又帶老虎 所以他的原創力非常強 原創還有想像力非常強 所以呢 他在設計的這一塊 這原創非常強 然後剛好都是接受到 哈西瑞亞全世界最好的 公園院也是台灣最好的 就是都是在研發裡面最大的 然後公園院又最有彈性 一開始就決定了 我們不只研發 一定要創造 一定要完成商品 才是有用有價值的 所以他的研發不是實驗的適用 不是象牙塔類 完全是要務實 要商品化 要大規模化 然後才能夠真正的科技立國 然後變成一個企業 讓他而不是國營企業 讓他非常績效高 高績效 所以這一塊看到都他的個性的最強項 他走的路也是他最強項 那耐心性也是非常非常低 比他的孔雀高一點點 所以他什麼都是單機立斷 快速而且多樣化 所以我們他前期走的山寨玩 結果還可以穿 不斷的源源不絕的一直創作 然後後來做玩品牌 品牌就開始疊交了以後 沒有一定要像象羽倒掉 還是可以起來 還是有一片天地 所以他就走的世界品牌 現在已經達到世界第二個品牌 所以他的耐心性低 他多樣化 還有他世界最流行什麼 他是最快階了 然後他的貓頭鷹 貓頭鷹的這個 就是長子很大 更宏觀 更宏觀 非常宏觀 又很慷慨 你看他賺的錢 他會回饋他的家鄉 捐了一億多元 然後讓他非常的食物 這是他的慷慨念 因為他的貓頭鷹指數 也非常非常低 所以他基本上也可以 我現在談的是他的自然本我 所以他可以玩大開大合 他也可以去檢驗 要求一定的精確面 因為他要的是世界的領導地位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還有世界都是一流的工程設計的降材 他要的這些工程 不是指象牙塔類造 都是最強的降材 所以他的研發的這些設計人都是開拓的 我們知道開R&D部門本來就是要老虎最多領軍 他等於雖然這邊當然是要一路走來的 個性的原型演出來 那我們另外看他的決策風格 他的敏感度非常強 所以他走的都是全世界最前瞻的 你要如果找過去的時候找不到證據 所以他能夠就是快速的 根據自己的直覺 Guts feeling 就趕快做決定 所以他感覺線條超過一格半以上 大概到將近到兩格吧 敏感度非常高 然後另外呢 他的能量風格 你看他是開拓性的 一個是臨場館他早就降財 他自己也是爆發力指標最高 然後呢 他的支持力 他的後勤的一定最弱 他的最高跟最低 超過兩格以上 所以我們叫開拓 他的策略性 他的那個規劃性 S指標 規劃 在大陸叫規劃 台灣叫策略性 策略的這個指標是第二 所以在宏觀而言 他宏觀戰略也有 然後因為他速度也很快 又很機智 等於游擊戰也會玩 所以他以前是玩價格戰 是玩山賽版 現在玩品格戰 品牌戰 最好的產品 世界的領導地位 這個是他跌破一跤以後 他決定在事業上跌破一跤以後 他就告訴自己 這個項羽可惜了 他說我雖然他是八千多個人 他就自殺了 他是帶七千多位高檔的工程師 那次跌了一跤 幾年下來 他反而更有勇氣更強 這個是他的 然後另外就是說 他的人量水準 人量水平 企圖性 自我的標準 他的標準非常高 在六格半到七格 就是非常非常高標準 就是世界人口頂尖的5%以上 他可能就應該是接近七格 他要領導地位 領導地位在他所在的行業 六格半到七格 時間 所以他生活非常樸實簡單 他基本上所有賺的錢 都是在不斷的併購 那個很好的 這個世界各地的人才 工程的第一 就是第一流的將財 在世界各地 這個世界觀 來全世界做他 可以應用的人才 這邊就是他的動員力 人事物資源 指他的空間 他的視野 他的格局 是整個走世界的 牠們 既來做 借賺 人事物資源 被放在 我們三格 就像 就像